在的上課基本上就是那個樂透產的重產區統計 那第一個當然把統計算出來之後 那裡面最重要是用一個COUNIF函數 那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第二個的話如果說你假設 你要比對那個範圍是跨工作表 我建議你定義名稱 因為如果沒有定義名稱的話 你要選取資料其實很麻煩 這個地方我覺得用使用技巧 然後你不會COUNIF說真的很多地方真的會麻煩 因為如果你要算說哪一個資料的數量 說真的用人工來算 真的是應該不對的方式 所以將來只要你要算 比如說哪個資料出現的次數的話 就是用COUNIF 另外COUNIF還有另外一個用途 像我常會用到新舊資料比對 也可以用COUNIF 那還有什麼地方 現在還蠻多的 那COUNIF其實有點像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表背後在算那個數量 其實它背後的這個方法其實也類似COUNIF 就幫你把它算出來 像之前我們樞紐分析表一拖一拉 奇怪為什麼他幫我算 其實它背後就用COUNIF類似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不用樞紐分析表 其實也可以用COUNIF取代 那只是說相較之下 樞紐分析表當然比較方便 因為你要哪一欄的數量統計的話 你配方一拉就好了 視覺化工具 那可是如果你用COUNIF 你要自己再打一個表格 然後把資料填上去 那也不是不可以的 只是說這個可能要自己去斟酌使用 那其他的話還有格式化 怎麼樣格式化 我這邊提到 如果你底色要變黃色 有沒有 然後另外還有排前七名 那前七名的排法的話 有按照找到的順序 另外也有按照那個 什麼 就是第一名排到第七名的順序 OK 那今天的話 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就是如果我希望把那個 範例再進階一下 然後雲端白板上面有第四單元 裡面就有一個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那當然也有同學會想說 那是不是老師可以把那個 這個歷史資料先下載下來 統計一下 到底哪個號碼出現次數機率最高 那當然會有個難題 第一個難題 應該我上禮拜有預告一下 就是這個資料 因為我用Google的方式 找那個大樂透歷史這個關鍵字 當然你也可以找一下 大樂歷史 貼上 搜尋得到的結果 好像第一個就樂透雲 就這個 那這個點擊進 那它底下還有別的啦 那當然這個網頁 剛好符合我們需要 因為它你會發現 它是從新的資料 然後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然後這一期好像五月九號 禮拜二 其實就昨天 昨天開獎的號碼 然後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然後再來禮拜五 上禮拜五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所以二五二五好像看起來規則都差不多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資料提供的還滿完整的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資料呢 第一頁就是我們現在這一頁 那你如果點第一頁的話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個參數 它參數什麼 將來各位如果可以觀察一下 上面的網址 它有固定規則 有沒有發現 這個是它的程式 一個問號 問號就是執行什麼參數 傳遞給這一支程式 然後後面有一個參數名稱 叫indage page 那如果等於1的話 意思說我要取得第一頁 然後後面有一個end end是第二個參數 叫order by等於new 所以喔 當然我們可以用推的啦 其實1的話呢 表示第一頁 2的話就表示第二頁 那你點點看第二頁就知道了 其實點第二頁的話 這邊出現的就是2 有沒有 那點3應該沒問題 應該是第三頁 那如果點最後一頁呢 70頁 有沒有70頁 它就會得到是第七 有沒有 所以70頁 70頁是最後一頁啦 它其實最後一頁 就是到2004年的 第一期的話是2004年的1月5號 好 OK 所以這大多都是從2004年的1月5號開始 開箱 第一期就是從這邊開始 但是這個資料量非常龐大 那我們有個需求 我希望把這個70頁的資料 幫我通通放到eSale裡面 所以第一個的話 你可能需要怎麼樣 開個eSale 那以前的做法 不過愛護就是怎麼樣 開個空白的這個活躍 這個工作表 然後呢 如果當然你不會用爬蟲的方式 變成你可能第一頁 你變成要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Ctrl-C 貼過來Ctrl-V 然後呢 再換第二頁 選取之後複製 Ctrl-C Ctrl-V 那當然這沒有效率啦 所以如果我今天不希望這樣做 因為我們課程當然是希望說 很多事情不要用人工的方式來做 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寫一個方法 可不可以幫我自動把資料匯進來 那其實在eSale裡面有一個功能 它是可以達到這些效果 比如說哪裡呢 你會發現在那個eSale裡面 這個資料裡面有一個從Web 那這個Web其實就是什麼 從網頁匯入資料有沒有 那其實你給它一個網址 它也可以幫你把 UIL就是網址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網址裡面的資料 直接提供給它 它也可以幫你把資料給抓下來 貼到這邊確定 但是跟各位講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版本 比較新啦 所以它用的那個物件 發現反而沒有舊的來的簡潔 因為它可能 之前舊的版本 用一個物件叫Quitable 就是把表格抓下來 但是現在新的版本好像叫Queries 換另外一個 反而更複雜 所以我建議啦 如果你沒有抓網頁資料的話 當然你可以試試看 錄製啦 先看OK 按確定有沒有 它其實是可以抓 有沒有抓這個 然後按連接 連接之後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 得到那個網路資料 它的做法有點像是 先幫你把資料暫存在 我們的這個記憶體裡面 然後它會出現一個table table 0 table 0就是這個資料 那你按載入 它也可以幫我怎麼樣 載入到A1的地方 有沒有 把資料抓下來了 可是如果你不會 寫對應的程式的話 我前面講過 其實你是可以 錄製一個劇集 然後把背後的動作 如果你做出1,1的話 之後的話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參數改成2 抓第二頁 參數改成3 抓第三頁 但是我是覺得這是方法1啦 但是我試過的結果 我發現這個錄製出來的程式 非常複雜 所以我後來用了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在那個用舊的 舊的一個物件 它叫Crew Table 那其實錄下來 舊的版本錄下來大概長這樣 然後我把它輕簡化之後 就長類似像這樣 所以後面我建議 你可以用這個範本 這個範本的話 在雲端的第四個單元 第四單元裡面 有個大樂透例子資料下載 然後它位置是在第四頁的地方 有沒有 範例程式嘛 那有一個叫大樂透下載的一個 一個範本 Sub到EndSub這個區段 你把它按右鍵複製一下好了 那我們用這一段來當成是抓網路資料的一個爬蟲範本吧 因為這樣我覺得比較簡單 不然的話你如果用錄製的話 其實要改蠻多地方的 那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開啟那個開發人員 我們就用這個範本來做好了 那開發人員打開V2B 一樣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 你就把剛剛的程式貼上就可以了 那這個程式裡面有兩個地方要改 因為它是個範本 哪有兩個地方呢 首先我把製造一放大一下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改到12號字吧 OK 12號有點小 那有兩個地方要改 那兩個地方 這個也是未來你們可能 除了下載大樂透之外 可以下載別的網頁 那別的網頁的話 只需要第一個 在哪裡呢 URL後面有沒有 封號 跟尾巴的這個 雙引號中間 告訴它的網址 其實這個網址在哪裡 網址其實就是我剛剛這一段 有沒有 就是我們那個 樂透雲這個 in-page-1 and-order-by-new 這一段 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封號的後面 把它貼上 OK 第一個step 那第二個step的話 在這個web table 輸入它的table的位置 那這個web table 指的就是網頁上面的table標籤 它是屬於第幾個 那當然了 我在算完之後 我發現應該知道 第幾個 第五個 不過可能同學說 老師你為什麼知道第五個 其實 這個怎麼來的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蠻重要的 以後如果你想抓取 網頁上面的資料 它有一個很 需要一定要知道 就是 你按滑鼓右鍵裡面的話 有個檢視原始碼 那這個原始碼 實際上就是網頁背後的程式語言 OK 但是你會發現太混亂了 所以如果假設 你不太能夠看懂這個html的話 我建議各位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先找到日期兩個 就是按右鍵檢查一下 以後的話我們不要從頭看 反正我們主要是要檢查 關鍵的標籤 那按 在這邊選舉它 按檢查 檢查之後的話 可能還是 不過未來如果你要刨網頁資料 不可免的可能還是要稍微懂一下 那個 網頁標籤的相關規則 這個我想 那你會發現 你按滑鼓右鍵檢查之後 它最大的變化 就是會在右邊出現什麼 它背後的原始碼 那你說跟剛剛那個地方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最大的不一樣是說 檢視原始碼它從頭到尾給你了 可是我們不需要從頭到尾看 我只要看哪裡呢 我只需要看我需要的那個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現在選舉它對不對 你會發現其實它match到的就是這個 有沒有 就這一段 那你可以看到什麼叫標籤 標籤簡單講起來 就前面是小於符號就對了 所以呢 小於TD有沒有看到 這個TD實際上指的就是這個儲存格 那上一層的話這邊有個叫 在上一層有沒有看到TR TR實際上 當然你滑鼠優標移動到TR上 它也會告訴你 TR就是這一列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一放在TR就是這一列 所以TR顧名思義 就是一列的意思 它其實它有一個縮寫 T就table R就roll Tableroll TR 如果你在網上找 它這邊有個標籤名稱叫做table 所以其實它主要就是要抓這個東西 小於符號 再加一個table OK 那問題是 但是我如果想要知道說 到底這個table標籤 是在這個網頁裡面排第幾個的話 那當然 幾個方法 你說老師那我是不是用算的 上面還有一個table有沒有 上面還有沒有 上面還有一個table 兩個 三個 四個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話 當然你可以這樣看 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個 四個 不對 這邊好像漏掉一個 你說老師這樣算實在是很難算耶 眼睛都快花了 所以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你會發現下面其實也有標籤 可以讓你選 另外還有一個 我是不是要習慣的方法 我會在按右鍵檢查之後 再按一個Ctrl鍵加F 應該是在這邊 記得在這邊按下Ctrl加F Ctrl加F的話 其實功能鍵上面應該就尋找了 只是我習慣寄那個CtrlF 然後在這邊 跟他講說我要找什麼 找那個標籤 是table的 所以你就打一個 小於符號 然後再打一個table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有一個訊息提示讓你知道一下 有沒有table喔 在它的右邊會出現說 你目前停留的是在第幾個 目前這個是在第1個 那of7的話意思說 這個網頁裡面 我總共幫你找到有7個表格的標籤 那意思是說 這個網頁裡面總共有7個表格 不過你想說老師我剛剛看了一下 好像也只有一個兩個表格 為什麼還有7個 那跟各位講 早期的網頁 表格不是只有畫表格 你說不是畫表要幹嘛 有些沒有框線的他拿來排版用 所以有些table 雖然它上面你看不到 但是他實際上拿來排版 那可是問題我希望他知道說 到底這一個日期的開頭的這一個 表格排第幾個的話 有幾個方法 我的習慣這樣 我就把它按下一個 有沒有上一個 你會發現上一個 他會告訴你這個是表格 下一個 他這個也是表格 下一個 這個是第三個 他是全部 很接近的 再下一個 第四個 那實際上他應該是第一個 再下一個 這個有沒有 我移動到第五個的時候 發現他剛好就選到這個 所以實際上他就第五個 所以 將來你要知道說 webtable排第幾個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五填到 那個webtable後面 上面這樣OK 所以 特別注意 先找到這個網頁按右鍵檢查一下 然後我習慣在這個網頁上面 按Ctrl F 那你把這個標籤輸入上去 它會出現幾個match 那你就用這樣的方式去算一下 移動到哪一個 你要的這一個 然後給他數字 他就幫你把這個網頁裡面 把這個網頁裡面的第五個table 幫你把它抓下來 所以填上去 所以填兩個東西 一個是網址 才填到這裡 第二個的話 就填第幾個table 如果你填錯 他當然就抓錯了 那我們來試看 這樣OK了之後 接下來 我們就把它run一下 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 他就會幫我把那個網頁裡面的 所有的資料 抓下來了 有沒有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抓錯 比如說我 假設我填錯了 我填第一個 我填第二個好了 第一個 填第二個 你執行看看 其實第二個他會抓第二個 第二個就這一個 如果你填第三個 所以如果假設你現在不知道哪一個 你踹一下也OK 第三個就這一個 是不是我們要的 好像有部分是 有沒有 但是好像太多了 所以你把它改一下 所以這個其實有時候還是可以再踹一下 第四個好像是上面的東西 所以這個還蠻方便 以後如果說你將來 要抓的網頁 他裡面有table 你要抓他的table裡面的第幾個 才是用這個方法 這個範本就蠻好用的 OK 因為我知道是 算一下 第五個應該沒錯 來執行一下 OK 第五個就抓下來了 但問題來了 目前的話他只有抓 他好像抓太多個了 所以將來就可能把它刪掉 把它刪掉 留下這個就好 第一個 所以把這個執行一下 那目前的話 抓第一個 那你說老師他第二個怎麼抓 第二個的話 理論上應該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這下面 可是如果說我要把它放到下面的話 應該怎麼寫 還有抓第二個的話 應該是把indage page這個參數 把它改成2就可以了 但是呢 他如果假設抓第二個 按執行 你會發現 他會有個問題 他是抓下來 但是沒有放到下面 他放哪裡 他好像也沒蓋過去 他好像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剛剛的第一個 那如果我在執行的話 他其實沒有刪掉第一個 他是把第一個排擠到右邊去 然後把第二個呢 抓下來 那如果我在執行第三個 執行第三個 這邊輸入3的話 那他會怎麼樣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應該是這樣 他這邊第一個第二個 第三個 所以如果什麼事都沒做的話 我先下載第一個 如果要把其他下載的話 當然你可以修改這個參數 這個參數怎麼修改 很簡單嘛 跑一個4圍圈就好了 4i等於1到70 有沒有 他就一個抓下來 但是問題另外一個衍生性問題 他1到70也許全部抓下來 但是 他會一直擠到右邊去 可是 如果我不希望他擠到右邊去的話 那該怎麼做 其實還有一個關鍵 這邊有個叫 Distination 的一個參數 那你會發現 他固定都是Range A1 什麼叫Range A1 就是把抓下來的東西放在A1 那因為A1已經有東西 他就把它擠到右邊去 所以 其實第二個 可以變的參數 那就是可以把A1 改一下 當他是第一次下載 就放在A1 當他第二次下載 就把它放到向下追蹤的位置 那什麼向下追蹤 還記得啊 Ctrl向下 那想向下91 我要放哪裡92 你把他向下一個出稱歌就好 那怎麼寫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所以第一個step 先把那個大樂透下載 我放在 雲端上面的第四個page 這個應該是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個單元 這個地方找第四 雲端白板上面找第四單元裡面的 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然後找第四個page 這邊有個範本 我是覺得這個範本比較簡單 當然你說老師 那我想要自己錄製個回憶 可以 那問題錄下來可能會比較複雜 反正可以達到目的就好了 就是不要出法煉鋼 OK 然後再把那個 兩個參數改一下 Ul 封號後面加上那個網址 然後webtable加上5 這樣就OK 抓第一頁OK了 那再來思考 如果我想要把第一頁到第七十頁 通通抓下來 該怎麼做 OK 如果你會寫程式 我想你應該就不會想要用人工的方式 再慢慢弄 不然的話 每天都做 今天做完明天做 明天做完後天又做 每天都做 不累嗎 OK 當然你一定會想說 如果可以寫個程式執行 全部都下來的話 那真的太好了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